And now we have a heart line from Su Yu in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 Wu Sosu, the Wu Sosu, the 《存速世界》祈祷訊息, 分享给周遭的親戚朋友, 希望大家在此艰难时期, 得到精神的抚慰及依靠, 就如同弟子一样。 在《师徒之间》《十戒及摩西与蚂蚁》节目中, 亲爱的师傅曾提到, 《动物人民》是多么令人惊叹, 充满无比的爱心,既善良又会保护人。 弟子有一个相关的体验分享。 弟子住台北,房屋前面本有一些大树及绿地, 陆续被砍伐,盖成房子。 小鸟族人们因少了七夕及密实处, 只好到马路上找食物,来网车多, 他们稍不留神就会被车撞, 多年来,我会在阳台及顶楼被食物经营水。 老实说,我也算占了他们的栖息地, 付点微薄租金是天经地义。 鸟族人们每天会长时间到阳台吟唱, 鸟妈妈带孩子们及喂食的种种甜美画面, 以让弟子觉得生活更美好及充满幸福感。 没想到,鸟族人们还集体保护了弟子的安危。 在一次清晰的梦境中,有上千位鸟族人的灵体, 全仅挤在弟子脚旁。 他们有着如孔雀族人般多彩, 却半透明的浅蓝色羽毛, 比鸽族人再大一点的美丽身形。 他们一位挨着一位移动, 如同会成一大片鸟河般, 紧贴在弟子脚边,将我引导往另一方向走。 梦中,依稀听到他们的对话说, 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当下心想,他们怎么这么可爱,跟我好亲近。 开心地被他们簇拥走一段路后, 赫然发现在左前方有一位超大白虎族人, 本要往我这方向走来。 原来小鸟族人们用他们的身体 阻挡大白虎族人接近我。 梦醒之时,内在突然明白, 白虎族人是象征弟子的劫难, 小鸟族人们在帮弟子挡灾避凶。 我比小鸟族人们高大强壮, 本该是我要保护照顾他们。 反倒他们以命相陪, 护弟子周全, 真的感激又汗颜。 地球是人类与动物族人共同的家。 家人本该相互照顾, 相互友爱。 爱从餐桌开始, 希望大家都能持存素, 建和平。 最后,祝亲爱的师父一切安好, 圣心心想事成, 弟子思虞来自台湾, 福尔摩沙尽上。 亲爱的儿子持人为美丹摩沙尽, In Universal Wisdom, Supreme Master TV Team P.S. Master has this earnest reply for you. Worthy to you, I thank you with much love for writing about this urgent matter that is so dear to my heart. The humble and dignified animal people of our world must be embraced as we would ou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No longer can we continue to enslave and slaughter these precious beings. May the gods hear our prayers and protect you and all the noble people in Taiwan or Formosa. We welcome your Heartline stories and or cute loving animal people clips. Please send them via SupremeMasterTV.com forward slash Heartline